当你不学习接纳的时候,我告诉你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我不是拿圣经来吓唬你,但是这的确是圣经里面所写的 圣经讲什么?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节,它讲说 你这不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然后在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十八节,它讲说 你们要看亚波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在神的面前 你们却赶到外面,在那里就必哀哭切齿了 兄弟姐妹,你看到没有?当我们不接纳的时候 你想一想,一天你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不接纳你的时候 他说,我把你丢去外面,赶到外面 外面就是不在里面,外面就是不被接纳的 的角度,你们需要哀哭切齿了 你们有试过哀哭切齿吗?回去念一下 可以念到哀哭切齿 你滴两只眼泪,然后压你牙齿 用牙齿来磨你牙齿 哀哭切齿啊! 先学习哀哭切齿的接纳弟兄 免得将来你在神的面前哀哭切齿 真的! 摇牙切齿的接纳,那个不能接纳的人 然后,为什么说接纳是最美的日子呢?我们来看西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 这里有啊,西伯来书第四章第四节 他讲什么? 亚伯因这信献祭以神,比该隐献上更美 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 这就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 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然说话 我并不是空白讲话的 接纳真的是圣经里面是最美的一个字啊 因为不是我讲的,是上帝讲的 上帝,圣经有两个人 圣经里记载有两个人,一个是亚伯,一个是该因 亚伯将他的祭物献给上帝的时候 上帝接纳他,上帝接纳的时候 他说这是最美的 所以接纳是最美的字啊 然后,该隐将祭物献上之后 上帝不接纳该隐的祭物,结果该隐什么? 该隐很生气,嫉妒,妒忌 他就把他的弟弟杀死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接纳? 为什么我们不只要饶恕,而且要接纳呢? 因为,免得一天我们不被接纳,被丢在外面 被赶到外面,我们就哀哭切齿了 所以,接纳是最美的 来跟旁边讲,接纳是最美的 你能够做一个接纳的人,你就是一个美女 你是一个帅哥 帅哥在这里 你是帅哥,你是美女 不怎么讲呢? 原来,圣经里面的定义的美 不是那些外在的美 美是你能够一个宽宏大量 能够接纳一个人 叫美 你要做帅哥吗? 你要做美女吗? 不用用美容品的 要做美女和帅哥 要有一个宽宏大量的 来接纳你的弟兄 接纳你的弟兄 阿们 好吗?